第五十九章 遗嘱 巴鲁瓦出门的当口 诺瓦迪埃用一种狡黠而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巴朗蒂娜 其中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姑娘懂得其中的意思 维尔弗也懂得 只见她的脸阴沉了下来 眉头也猝了起来 她在房间里挑了张椅子坐下 专等公正人的到来 诺瓦迪埃极其冷漠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同时老人用眼角的余光告诉瓦迪娜 不用担心 让她也留下 三课中过后 老仆人带着公正人回来了 相互见过李以后 维尔弗开口说 哦 先生 请您来的是 诺瓦迪埃德维尔弗先生 就是这位先生 全身瘫痪已使她 丧失了活动肢体和发出声音的能力 现在只有我们这几个人 而且要费很大的劲 才能勉强弄懂她的一些不完整的意思 诺瓦迪埃向瓦朗迪娜投去一道央球的目光 这央球显得既紧要又急迫 所以瓦朗迪娜立即说道 先生 爷爷想说的话我全能明白 瓦朗迪娜接上去说 没错 全能听懂 半点也不落下 这我在路上已经告诉过先生了 公正人向维尔弗和瓦朗迪娜说 请允许我对您 先生 还有您 小姐 说明一下 对于目前的这桩公正委托事物 司法公职人员如果轻率地接受处理 就必然要承担责任 其后果势必是相当危险的 公正文件要具有法律效力 首要的前提就是公正人要确信自己 能忠实地解释委托人的意愿 然而 对于一位不能开口的委托人 我无法确定他对一件事究竟也无意义 因此 鉴于委托人以丧实说话能力 他的意愿以及他的反对意见 也不能明白无误地得到证实 我 无法接受这项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 公正人转过身去 想要告辞 一丝难以觉察的得意的笑容 浮现在检察官的嘴角 而诺瓦迪娜则以一种极其痛苦的表情 注视着巴朗蒂娜 于是姑娘走上前去拦住了公正人 她说 先生 我和祖父交谈的语言是很容易学会的 我在几分钟里就可以教会您 让您能和我懂得一样多 先生 要怎样才能使您完全放心呢 我所要求的是确保公正文件 有效性的必要条件 小姐 这就是说 我必须能确认委托人究竟是表示同意 还是表示反对 我可以给身体病残的委托人办公正 但他的智力必须是健全的 先生 待会儿您亲自看了 就会确认我祖父的智力是极其健全的 诺瓦迪爱先生由于无法说话和行动 就用闭一下眼睛表示是的 而用连眨几下眼睛表示不是 现在您已经可以和诺瓦迪爱先生交谈了 请试试吧 老人的眼眶湿润了 他向瓦朗迪娜投去一道温柔的感激的目光 其中的含义连公正人也看明白了 于是公正人问 您听见 而且懂得您孙女说的话吗 先生 诺瓦迪爱慢慢地闭上眼睛 过了一小会儿才睁开 他说的话您都同意吗 也就是说 您确实是用他所说的那两种办法 来表达您的意思的吗 老人的目光回答 是的 是您要我来这儿的 对 让我为您办公正 对 您是否愿意看见我没有办好公正文件 就离开这儿呢 瘫痪的老人一脸眨了好几下眼睛 姑娘说 先生 现在您也懂得这种语言了 您可以放心了吧 公正人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威尔夫就把他拉到了旁边 检察官说 先生 难道您相信 像诺瓦迪爱德威尔夫先生这样一个 在肉体上遭受过如此可怕的打击的病人 精神上居然会没有留下严重的疮伤吗 我所担心的倒不是这一点先生 而是我不知道 我们如何能事先猜出他的想法 然后向他发问呢 嗯嗯 这不 您也明白 哎呀 这事是没法做的吧 瓦朗迪娜和老人听见了这段对话 诺瓦迪爱凝视着瓦朗迪娜 目光中坚决的神情 显然是要他挺身去反驳 瓦朗迪娜对公正人说 先生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 无论这有多难 或者说 无论在您看来 猜出我祖父的想法有多难 我都有办法使您对此不存半点疑虑的 我在诺瓦迪爱先生身边已经有六年了 现在就让他自己来告诉您吧 这六年中间 他是否有过一个愿望 由于无法让我弄懂而埋在心里了 老人用目光表示 没有 行 那我们就试试吧 您同意由小姐来解释您的意思吗 瘫痪的老人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好 那么先生 您需要我做什么 想要公正什么文件呢 华朗迪娜把字母表从头开始往下背 背到了字母T 这时 诺瓦迪爱富有表情的目光 试以他停下 试以他停下 先生要的是字母T 这很清楚 请等一下 瓦迪娜迪娜说着 诺瓦迪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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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of the 遗嘱本身就更不可思议了 因为不管怎么说吧 我想要是没有我女儿的机敏相助 公正是无法逐字逐句记录成文的 然而就这份遗嘱而言 瓦伦蒂娜由于利害关系过于密切 恐怕是不宜当 诺瓦迪艾德威尔夫先生的解释人 来诠释这位先生含混不清的意愿的 瘫痪的老人表示 不 怎么不是呢 沃伦蒂娜难道不是您的遗嘱受益人 诺瓦迪艾德威尔表示 不是 公正人对这场事业已经很感兴趣 心想改日一定要把这个精彩的段子 给社交场的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一讲 他对维尔夫说 先生 先生 刚才我以为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真是再简单不过了 这份遗嘱无非是份秘密遗嘱 这就是说 只要宣读时有七位证人在场 并由利遗嘱人当着他们的面表示认可 再由公正人当场用火器封口 就具有了法律效益 至于所需的时间 并不会比利普通遗嘱长多少 先是一些固定的城市 那是千篇一律的 接下来的措辞 主要根据利遗嘱人的具体情况 以及您的意见而定 您处理过这类事物 对此想必是很熟悉的 不过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是这份文件具有无懈可击的可靠性 我想破例 请一位同行来协助我进行笔录 这样做 您觉得好吗 先生 公正人最后这句话是对老人说的 对方能懂得自己的意思 让老人倍感欣喜 他用目光回答 是的 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维尔弗在暗自私存 以他的地位不便问这句话 可他实在猜不透父亲在打什么主意 于是他转过身来 吩咐再去请一位公正人 不过 巴鲁瓦早就听得很明白 并且猜到了主人的心思 所以已经出发了 于是 王室检察官让仆人去通知妻子上楼来 一刻钟过后 另一位公正人也来了 人都到齐了 大家聚集在瘫痪老人的屋子里 两位司法助理人员 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 然后向诺瓦迪埃宣读了一份 普通遗嘱的样本 以便让他对文件的格式有个概念 接着 不妨说为了考察一下老人的智力吧 第一位公正人转过身来对他说 先生 一个人立遗嘱时 通常会考虑到 让某人从中受益的 诺瓦迪埃用目光表示 是的 您对自己的财产总数 有没有一个概念 有的 下面我按顺序网上报数 当我报到您认为自己拥有的财产数额时 请示意我停下 好的 这番对话 自有一种庄严的意味 充沛的智力 与残废的躯体间的搏斗 或许 或许再也没有比这更惊心触目的了 这种情景 即便不说是令人肃然起敬 其实我倒是愿意这么说的 至少也是叫人难以忘怀的 大家在老人身旁围成一圈 第二位公正人坐在桌前准备记录 第一位公正人站在老人面前提问 您的财产超过三十万法廊 是吗 是的 您的财产数额是四十万法廊吗 诺瓦迪埃没有任何动作 五十万 老人仍然一动不动 六十万 七十万 八十万 九十万 是的 您有九十万法廊 是的 是不动产 不是 是国家公债 是的 这些公债就在您手头吗 诺瓦迪埃朝巴鲁瓦看了一眼 老仆人立即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回来时 他捧着一只小匣子 我们可以打开这只匣子吗 可以 匣子打开了 里面是一叠国家债券 第一位公正人取出这叠债券 一张一张地递给他的同行 清点的结果 跟诺瓦迪埃所说的数目完全相符 嗯 一点不错 显然他的智力是健全的 第一位公正人说道 随后他转过脸来朝着瘫痪的老人 对老人说 这么说 您拥有九十万法廊的本金 而按您的处置方式 每年大约可以得到四万利弗尔的收益 是的 那您打算把这笔财产留给谁呢 但维尔夫夫人说 诶 这是不成问题的 诺瓦迪埃先生唯一疼爱的 就是他的孙女瓦朗蒂娜 德维尔夫小姐 六年来一直是他在照料老人 他懂得怎样凭自己的精心照料 来赢得祖父的疼爱 更确切地说是感激 所以他的孙心得到这样的报偿 是很公平的 诺瓦迪埃的眼睛炯炯发亮 仿佛是说 即使德维尔夫夫人 自以为揣夺到了老人的心思 这样虚情假意地表示赞成 自己也绝不会上他的当 那么您是要把这九十万法郎 给瓦朗蒂娜 德维尔夫小姐了 公正人问道 他心想这一点 其实已经可以记录在案 不过最好 还是让诺瓦迪埃认可一下 而且让这个奇特场景中 每个在场的人 都目睹老人的认可 瓦朗蒂娜后退一步 垂下眼 啜泣起来 老人用深情的目光 朝他望了片刻 然后转眼向着公正人 以全然不容置疑的动作 连连眨眼 公正人说 不对 怎么 您不想让瓦朗蒂娜 德维尔夫小姐 当您的遗产继承人 是这样 公正人惊讶地喊道 您 您没有弄错吗 您是说 不让瓦朗蒂娜小姐 当继承人 是的 是的 诺瓦蒂娜重复道 瓦朗蒂娜抬起头来 他完全惊呆了 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继承权 而是因为他知道 利益主的人 往往会对某些亲属感到厌恶 可他实在不明白 自己怎么会激起老人这样的情感 但诺瓦蒂娜用温柔的目光 注视着他 他感受到了其中的无限深情 不由地喊道 爷爷 我明白了 您只是不把您的财产给我 可是您的心 永远是我的 是这样吗 对 当然是这样 贪瓦老人用眼睛说道 那双眼睛闭上时的那种表情 瓦朗蒂娜是不会看错的 少女轻轻地说 谢谢 谢谢 然而老人方才地拒绝 却使得维尔夫夫人心头 生出了一线不曾预想到的希望 走母亲的走到老人跟前问道 那么 您是要把财产留给孙子 埃德瓦的威尔夫吗 亲爱的诺瓦迪艾先生 诺瓦迪艾的眼睛使劲地炸动 其中表露的是一种敬于憎恨的情绪 不是 那么是给现场的这位儿子 两位公正人惊异地面面相去 维尔夫夫妇都仗得脸色通红 一个是出于羞愧 另一个是由于气氛 巴朗蒂娜说 我们究竟对您怎么了 爷爷 您真的不爱我们了吗 老人的目光迅速地扫过儿子儿媳的脸 然后带着无限的温情停留在瓦朗蒂娜脸上 爷爷 既然你爱我 那就请你凭着这份爱心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吧 你是了解我的 你知道我从没有想过要你的财产 再说 我有母亲的那份遗产 可以说已经很富有了 爷爷 你就解释一下吧 诺瓦蒂娜急切地目光 盯在瓦朗蒂娜的手上 我的手 对 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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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的人都疑惑地盯着瓦朗蒂娜的手 维尔夫说 二位 你们都看到了 实在没有办法 我可怜的父亲已经神志不清了 这时 这 我不敢苟同先生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 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 而且正好帮我弄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你不愿意我嫁给弗朗蒂娜的爱皮奈先生 是的 我不愿意 这么说 您不愿意把财产移赠给您的孙女 就是因为她的婚姻不合您的心意了 是的 这就是说 倘若没有这桩婚姻 她就会是您的财产继承人了 是的 一时间 老人的周围一片寂静 两位公正人低声商量 瓦朗蒂娜双手合在胸前 带着感激的微笑 望着祖父 维尔夫咬着自己的薄嘴唇 但维尔夫夫人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 情不自禁地站出了笑脸 终于维尔夫先生打破了静默 开口说 我认为 我是对这桩婚事合适与否 唯一有权做出裁决的人 我是唯一有权处理我女儿婚事的当事人 我要让她嫁给弗朗茨德艾皮奈先生 她就得嫁给她 瓦朗蒂娜跌坐在一张扶手仪里 哭泣起来 公正人对着老人说 先生 要是瓦朗蒂娜小姐嫁给了弗朗茨先生 您打算如何处置您的财产 老人寄然不度 您当然是要做出处置的 对 留给某个家庭成员 不 那么捐赠给穷人 对 可是您得知道 法律是不允许您完全剥夺儿子继承权的 是的 您是准备只捐赠法律允许您自由处置的那部分财产 农法迪又是寄然不度 您还是想要捐赠全部财产 是的 可是 在您去世以后 有人会对这份遗嘱提出异议吗 不会 那维尔夫先生说 家父很了解我 他知道他的意愿对我来说是不可违背的 而且我也明白 处在处在我的地位 我是不可能对穷人提起诉讼的 诺华迪雅的目光显得非常得意 公正人问威尔夫 那您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呢 先生 不采取任何措施 先生 财产如何处置是家父决定的 而我知道家父一旦做了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愿意让步 这九十万法郎不会属于这个家庭 他将捐赠给纪品院 然而对于一个老人的任性 我不会让步 我会凭自己的理智行事 说完 维尔夫就和妻子一起告退 听任父亲按自己的心意去立遗嘱 当天就办完了立遗嘱的全部手续 公正人请来了证人 经老人认可后 当着众人的面 把遗嘱装进信封封托 然后交由家庭律师的张先生保管